大展鴻湖,前途无限,吉祥如意,学业进步 请大家呢,给你们在祖国的亲人问好 给你们在华大校园里的导师问好 我们一起共同过一个中国传统的春节,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呢,主要做几个提示 因为呢,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春节 大家知道啊,安全第一 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作为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一再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此呢,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第二个呢,也是第一,叫健康第一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健康 完成自己的学业 让大伯妈妈,让祖国人民,让我们的党和作家放心 第三个呢,我说的都是老生常谈啊 也祝大家呢,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取得更好的学业 用你们的智慧,用你们的才能 报效父母,报效祖国,也报效呢,我们华盛顿大学的老师对你们的培育 大家知道,前不久,胡锡涛主席刚刚结束对美国的成功的国事访问 那么这个呢,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我相信呢,大家能够通过自己的兴趣努力 在华大的校园里面 也和我们的导师 和我们美国的同学们 一起呢,把这个 中美关系的友好事业 能够做出新的贡献 今天我知道 我们还有两岸三地的同学 一起在这里欢度春节 所以我也代表中国驻军山总领事馆教育组 给两岸三地的同学 拜个早年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